看不記得我告訴過我一個火魔謎呢? 其實我也是一個Beep Lover 你看這個牛仔多可愛 沒錯 今天我要帶大家去吃牛肉包 給你們攝紙帶到的 失敗 旺外會當然要試在這裡的小吃 這個就叫做老友鬼鬼 這個名字為什麼這麼搞笑呢? 原來就是把新鮮的蝦滑釀進油炸鍋裡 然後再拿去炸 一粒粒的 知道收音師傅會否收到音 聽到我一咬下去就響響聲 果然是很脆的 但是蝦滑又很新鮮 所以一個彈口一個脆 加起來真的很有趣 以為在和牛會只吃到火鍋 原來不是的 想不到還有這麼漂亮的刺身吃 你看看這裡有多漂亮的海膽 有泰式生蝦 三文魚 油甘魚 帶子 還有片蝦 我就最喜歡吃海膽和油甘魚 每一次吃油甘魚都要吃這片 還有一些這麼漂亮的海膽 這個海膽很重海水味 吃下去其實在口中混來混去 好可愛 連泰式餐的生蝦這裡也有 這個就是泰國的生蝦 蘸酸汁的 想不到它的酸汁是很濃味的 酸酸甜甜很開胃 來到和牛會 當然要嘗嘗他們的牛 這麼出名 這裡用的牛 全部都是來自中國的山東牛 什麼叫山東牛 原來就是中國的山東和牛 這個黃 是混合日本的和牛 然後生出來的BB 就叫做中國山東牛 這裡的牛肉 有特級首次肥牛 是美國安家C Prime Grade的肥牛 這個就是牛的刺身 很矜貴的 因為這裡的山東牛 每天的活牛配額只有18隻 這麼少 所以今天吃到很難得 另外這個也是首次的黃牛 這個刺身牛肉是牛脊 老闆說買了回來之後 要放進雪櫃裡面 雪八個小時那麼多 就是要把它雪到 肉質裡面的脂肪凝聚了 所以你會看到 脂肪和肉質很分明很美 吃法就把它放在底下 然後上面再加些洋蔥 包著它 然後就點酸汁 這個酸汁是用新鮮的青去煮的 然後吃下去之後 覺得是入口即溶的感覺 這個感覺好可愛 因為吃牛肉的時候 很爽的聲音 因為吃到裡面的洋蔥 所以口感又有脆的感覺 來到黃牛會想吃火鍋的話 讓我介紹兩個湯底給大家 就是這兩個了 這個就叫做 航天翅瓜滑雞鍋 這個就是四川麻辣湯底 而這個四川麻辣湯底 就不止湯底那麼簡單 原來還有食療功效的 就是去濕和驅寒 就適合女生吃 因為吃完之後可以去水種 這個湯底的材料是相當之豐富的 有花椒 豆瓣醬 子彈椒和泡薑 都是來自四川的 而且還有其他十幾種配料 所以就達到麻香辣湯四大元素了 看到這裡有個冬瓜 也有素翅 魚皮絲 還有半隻鹹雞 讓我試一下湯底 很清甜的 它又不是很油 所以都挺鮮味的 原來吃這個鍋也很考究的 有專人用剪刀剪開冬瓜環 令到瓜上面的材料都可以熟透 先試這個鹹雞 這個雞是三黃雞 雖然名字叫做鹹雞 但吃下去一點都不鹹 因為那個鹹味已經加了湯 這個雞肉吃起來是很鮮甜的 其實都比較清淡的 不同牛的部分也有不一樣的口感 通常頸部、脖骨、腩頭、腩包、炸炸位 和手腕位都是最適合吃火鍋 味道就是最好的 趁著湯現在熱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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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 我們先來吸手切肥牛 你看看多漂亮 油份和肉質都很分明 這樣長幾下就已經可以吃得了 肉都起了油花 真的入口即溶 還有比我想像中 吃下去還軟軟軟 還有這個中國山東牛 放下去7成熟就會最好吃 差不多了 因為這個山東牛是邊爪位 所以咬它是比較結實的 這是法國鵝肝蝦丸 我很喜歡吃鵝肝 而這裡的做法也很講究 首先就是要把鵝肝煎香 然後釀入蝦丸 所以很矜貴很講究 咬下去之後 整顆鵝肝也看到 還有很大顆 剛才咬下去覺得 口感是很大牙很爽口 試試這個鮮韭菜餃 沒吃的時候 已經看到這個餃子 透透了韭菜出來 這個韭菜餃 九成裡面都是韭菜 之後一成是豬肉 所以韭菜的鮮味是好出的 這個味道就是松葉蟹黃包 為什麼名字這麼搞笑 好像小籠包一樣 原來裡面有日本的松葉蟹肉 還有大閘蟹的蟹糕 在裡面 再加上 專門給蟹黃包的醋 吃飯就跟小龍包一樣 好甜啊 吃到很多蟹糕 裡面有松葉蟹刷肉 和大閘蟹的蟹糕 再加上這個醋 相當之match 這個醋 還是和牛蟹自家甜蟹 今天真的滿足了我這個火鍋 下次想吃漂亮牛肉 不單會想起和牛蟹 還會想起我這個Free Fluffer 和牛蟹除了尖沙咀之外 九龍城都有 黃牛蟹火鍋地址是尖沙咀 金馬林道48號 中國保險大廈 一樓及二樓 交通方面 大家可以乘坐港鐵 去到尖沙咀港鐵站B出口 巴士方面有 1號 1號A 2 6 26 271A A21 專線小巴方面有 606S 有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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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